歡迎收看 穩超聖劍節目 今天的大盤面臨了所謂的多殺多 也就是說投資人 在所謂的大盤急跌的同時 心態上面 他不能夠去適應這個大盤 他認為這個大盤 可能今天下跌了150點 後面也許還會再大跌 所以趕快在今天 來做出一個出場停損的動作 其實一個趨勢的行程 絕對不是一天 也不是兩天 如果說你認為目前為止 這個大盤持續還會再大跌 那你當然可能會做出一個賣出的動作 但是岩老師不是這樣認為 因為大盤目前為止 修正到這邊的話 已經修正了1200點 短線上面當然有所謂的買點出現 但是恐慌性的一個多殺多 包含國際上面的一個利空的衝擊 包含希臘問題 我相信目前為止已經解決了 後面的擔憂就輪到所謂的 美國可能會在第三季 9月份要展開一個升息 國內目前為止經濟的成長數據不佳 包含中國大陸目前為止 所謂的內需開始減緩 面臨到所謂的紅色供應鏈的一個競爭壓力 我相信這些都是所謂的利空消息 利空消息只會出現在 所謂的股票市場裡面的一個低檔區 絕對不會出現在所謂的高檔區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大盤 大盤加均指數啊 目前為止下跌160點 這個叫做恐慌性的沙盤 很標準的 這個叫做多沙多 早盤的一個預估量 大概只有維持700億不到 目前為止你看到這邊 成交量已經接近了 預估量接近1000億了 常常講說 這個大盤沒有成交量 這個下沙的同時 這個量就出來了 也就是投資人 一樣做到這個所謂的追高 然後做到一個沙低 那追高沙低其實 如果說你對於你的操作的習慣 是追高沙低 我相信你也習慣 大輸小輸可能都是輸錢 但是有錢人的想法 跟各位不一樣 你今天是大跌了多少 158點 這個價錢指數 等一下可能還會再創低 創低了以後 等一下也有機會拉上來 如果說在這個地方 有人去做出個承接 我相信這個絕對不是一般人 這個就是說它的眼光 可能放得非常遠 眼光放得遠的話 你才有機會 在股票市場裡面賺錢 尤其目前為止 這個漲跌幅開始放寬了以後 我們的所謂的證交稅也好 證鎖稅也好 最近被拿出來討論 其實這個重點只有一個 也就是說台灣股市以後 它可能要跟國際上面 來做出個接軌 接軌以後的話 我們台灣的證鎖稅也好 證交稅也好 它會跟鄰近的亞洲國家 甚至說跟我們接軌的一些國家 互相來做出個比較 如果說我們的稅率是偏高的 我們的稅率是繁瑣的 這時候比較的一個效應就出來了 所謂西瓜靠大邊 我相信這個理論 目前為止 尤其會反映在股民身上 從民國70幾年開始 這個證鎖稅開升之後 我相信這個中間的期間 接近30年 我們從來沒有跟國際上面 做出個接軌 無從比較 目前為止國際化 金融 世界化 世界一個金融體已經合為一了 所以說任何的一些政策 都會實現一個所謂的比較利益 我們最簡單 我們在書本上面學到的 比較利益 就是所謂的 這個所謂活動利率 跟所謂的定期利率 那一定是往利率低的 一些所謂的國家 去做出一個投資 我相信這個所謂比較法則之下的話 政府應該要多加的考量 其實證所稅也好 證交稅也好 它實際上面所徵收的意義性 是有啦 但是這個是一個心裡面的關卡 只要你能夠突破一個心裡面的關卡的話 我相信投資人都樂於進場布局 先來看一下我們這張圖表 之前大盤也發生過在9532點 這個地方開始做出個急跌的動作 這個急跌的動作一樣大跌了1031點 我相信在這個急跌的同時 投資人也是一樣 跟今天一樣 都非常的恐慌 但是後面我們看到了這個所謂上漲 1500點 但是這個上漲是由外資 去做出一個推升 並不是由內資 也不是用政府的力量 外資看好大盤的一個走勢 看好台股未來的一個方向 所以說這1500點當中 外資都是站在所謂的買方的 當所謂的買力浩劫以後 建高檔之後 建高檔之後 我相信這個高檔修正結束 到今天為止 應該有所謂的止跌的訊號 大盤目前為止修正了1200點 但是你要在下跌段當中 先行的去做出個避開 這個避險的一個操作 也就是說讓你能夠 在股票市場裡面持續的操作 如果說這一波的下跌 你沒有辦法避開 我相信今天大盤跌到 所謂的波段的低點的時候 你可能都在等解套 這個就是心情上面的一個大不同 那如果說你之前跟著老師一起在這個低檔區布局 我相信這個上升軌道 他們總共有四次的拉回 只要是走多方格局的 四次的拉回 你千萬不要恐懼 你就是拉回找買點 因為這個上升軌道並沒有改變 那在下跌段的同時 這個要避開 如何來避開 你看老師的節目 老師應該有跟你講啦 6月2號 這個開盤法法告訴我們 3D加工盤 我們實行了一清專案 先進行做出一個出場的動作 當天總共賣出了7檔股票 反彈的時候 一樣站在賣方 在大跌之前 在反彈的同時 6月29號 6月30號 兩天的時間 我們將手中的股票 再度的來做出一個出場的一個動作 我相信你看 長期看老師節目的 包含這個均線三法裡面 在6月15號均線上揚 上漲了300點嘛 從7月6號開始老師跟你講的 均線三法裡面的死亡交叉 這個死亡交叉也就趨勢啊 目前為止是往下 中線的位置在9388沒有站上的話 他就是看到一個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到今天為止 已經到達7月22號了 這個死亡交叉並沒有改變 並沒有改變 也就是說啊 老師都在節目裡面啊 會事先的告訴你啊 這個叫做黃金交叉 你就是準備要少買一點啦 因為波段的行情啊 開始啟動啦 那這個叫死亡交叉嘛 最簡單的 均線三法裡面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沒有變成黃金交叉以前啊 這個地方啊都是賣點 但是目前為止喔 大盤趨勢往下走 那應該近期而言的話 會看到一個關鍵性的轉折啦 那我們所謂的股票也不多 我們就是保持著持股三檔 三檔以內 那有人問顏老師 你持股為什麼三檔以內啊 那我們把資金啊 分做三等份 只操作三檔股票 我相信不管停利也好 停損也好的話 這個速度啊都是非常的快 這個就是說 我們利用檔數 來保障我們的會員 那近期而言啊 打電話進來比較多的 問到哪一檔股票 那這檔股票是常常被投資人問起的啦 2474的可塵啊 老師啊 為什麼你認為它不會漲 其實老師對這檔股票的看法非常忠信啊 我認為在底部買嘛 那風險能不能夠避開 可以避開啊 那從股價從200幾塊 起到400塊 還有人會在388去買它 還有人會在390塊錢去買它 你認為這個操作邏輯對不對 老師問你嘛 昨天跳空大跌喔 今天一樣喔 2474的可塵喔 今天喔 來一樣跌喔 那老師只能告訴你一件事情啦 你買的是高檔區的 你買的是高檔區的 你自己要小心一點 如果說你是買低檔區的 我相信你現在賣出去喔 你都還是賺錢喔 可塵這檔股票 基本面沒有改變喔 來 基本面沒有改變喔 一樣是業期大成長的喔 老師對它一樣是非常看好基本面喔 但是技術面在高檔的股票喔 這個圖形告訴你啊 這個地方啊 它要 多方要推升的力道喔 不是那麼大 你要小心啊 那第二檔股票 6269的台郡啊 你當然低檔買賺錢嘛 那現在已經到了高檔區啊 我相信啊 這個要有風險的一個意思啦 來 今天最低達到多少 109.5 來 倒伯拉鏡喔 我們當時跟你講的時候還有多少 122塊喔 122塊跟111塊錢的話 這個財富喔 又要重新再分配囉 顏老師說的不是說一天兩天的價差啦 不是跟你講的是一天兩天的價差啦 你要看趨勢啦 像這種之前喔 強勢股啊 那如果說現在面臨到所謂的空方的一個走勢的話 它可能下跌的時候會反彈 下跌的時候會反彈 但是你要看趨勢啦 只要趨勢是往下走的喔 這些股票喔 你真的要留意一下啦 8086的宏傑克 來 今天打到跌廳板 當時跟你講的 來今天股價多少 最低多少 86.9 宏傑克當時跟你講的時候打波拉鏡 還有106塊 還有106塊 老師在高檔區就提醒你啦 這個頸線的位置喔 千萬不要跌破 這跌破的話你要小心喔 一張股票看波浪 看形態看籌碼 我相信你就能夠一目了然喔 那老師現在舉了幾張股票 在節目的下半段老師會講解更多的股票 如果說當中有你的股票 你可以認真的聽一下 那如果說你們目前為止喔 手中的股票面臨到斷頭的一個賣壓 面臨到不知所措 甚至說你可能要放棄這個台股了喔 老師勸你千萬不要 因為啊這個行情啊 總在悲觀中啊 它會突然的產生啊 沒有那麼悲觀啊 只要解決你們手中的股票 重新開始的話 老師認為喔 這個機會還是非常大喔 你不打一通電話 老師真的不知道你在哪裡啦 那今天一樣喔 來開放給各位 持股的問題 對老師的持股有信心的 你打電話進來 老師會給你一份持股建議書啦 你打電話進來 專利複合式島塊 使命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鵝排氣密窗 2987 1111 運打頭部 顏老師 會員三級跳 特會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師大個大 親自接聽服務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 2781 0909 2781 0909 2781 0909 運打頭部 顏分醫師 擅長基本面研究 資歷完整 共有二十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畢竟多次萬顏與風投 積極辦事公司 透視基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布局 熟悉大海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進動足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帶盡保證帶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縮 靈活攻守 是您追求財富路上的 良師益友 運輸鼓制鼓聲線 贏了 2781 0909 2781 0909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 精品家具 一齊東風370 一大明明 國際家具館 中文竟的現場實施中 來 小儀 跟她跟我走 走啦... 沒有關係 走...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小儀最乖的 跟她跟我過去 不要... 為什麼 老師說 一定要走棒的線喔 直接穿越會很危險喔 公司到啦... 走棒的線 我們穿越馬路 要走斑馬線 拉鍋親個人 我不要 歡迎回到節目欣賞 我相信投資人 目前為止都非常的悲觀 悲觀的同時 手中的財富 可能又要重新再分配了 很多的人 他們在股票市場那邊操作 每一次的一個控盤轉折 他們都將手中的錢 就是交給了 這個贏的一方 那贏家總是少數 為什麼 因為贏家看得懂趨勢 當你在悲觀的時候 人家是確實非常的樂觀 他們也知道這個大盤 下跌了一千兩百多點 那如果說止跌的話一定有訊號 什麼時候應該佈局 我相信這些贏家裡面 他們的思想裡面都充滿了一個 很睿智的一個想法 該出手就出手 該防守就防守 絕對不會守暖 那如果說你各位目前為止 手中的股票 你是到牢的 你的股票真的非常弱勢的 可能你手中股票都是一些好的股票 也不是一些爛的股票 那你應該怎麼辦 如果說你真的 你自己有辦法處理的話 當然你就自己來 那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處理的同時 希望你交給專業的老師 來幫各位看一下 來目前為止的大盤 來 開始做出一個小拉台 那跌夠的時候的話 我相信大跌了一千兩百點 他是有機會出現一個 報復性的一個反彈 那這個反彈是給有眼光的人 老師不知道你有沒有眼光 但是你至少可以從 岩老師所交給你的 我們的軍學三絕 從7月6號老師就跟你講 這個大盤 他叫做死亡交叉 這個死亡交叉沒有翻成黃金交叉以前 他都是屬於一個空方空盤 但是有一些股票 在死亡交叉的底部區 他是可以去佈局的 但是形態上面來講的話 一定要從死亡交叉 看到所謂的黃金交叉 你才可以進場佈局嘛 那操作的方法 老師在節目裡一直跟各位講 股票要買在低檔區 低檔區大家最悲觀 你反而要去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而你不是買在高檔區 套牢了之後 你馬上就打電話進來問老師 老師啊我的可乘套牢了 該怎麼辦 台郡也是一樣 之前買底部的 買在起漲點的都賺錢 你現在去追台郡 你要小心喔 剛剛打到跌停板 8086的宏傑科 高檔要注意啦 今天的宏傑科 來 跌停板 這個跌停板有沒有你啊 老師不知道啦 但是成交量兩萬四千多張 兩萬四千多張 這兩萬四千多張 應該大部分啦 都是追高的 追了高點以後 然後去殺低 老師之前跟你講的時候 在106塊喔 今天的跌停板只有剩86塊錢 那再看到這張股票 代號9802的F預期啊 高檔修正 今天到第三根跌停板 那這張股票成交量 找盤的一個成交量 來導播拉近 你所看到的停損量啊 九千多張 還有四千多張啊 它是買買出去了啦 那你手中有這種連續跌停的啊 代表喔 你們當時候在買股票的時候啊 你有沒有考慮到流動性的風險 那如果說你有考慮到流動性的風險 買的時候你可能買得到 你要賣的時候啊 我相信啊 這個困難度非常高嘛 所以說會連續的 你看到的三根跌停板喔 那之前有人打電話進來 問贏老師老師啊 他這支股票很抗跌啦 代號5269的翔碩 哇打電話進來跟老師講 老師這張股票你不知道喔 很抗跌 最後一個字叫跌啦 很抗跌 今天證明了嘛 老師有事先叫你出場啦 所以說這根跌停板 你可能喔 跟你就沒有關係啦 你有打電話進來的 你都知道啦 股票市場啊 不是看一天不是看兩天啦 你要看趨勢 這個上升的一個趨勢 跟下降的一個趨勢啊 只要趨勢形成啊 這個你就要注意嘛 在高檔區買股票 你只能做價差啦 你想要賺到大錢的機會喔 真的不大啦 空方走勢的股票 昨天的利特打到跌停板 今天的利特 再度的打到跌停板 今天的利特只有7.62元 老師當時候跟你講的時候 至少還有8塊多啊 這個趨勢你要記得 這個叫做下降軌道 下降軌道的股票你要避開 你真的真的你要避開 245的全新啊 當時候跟你講52塊啦 今天啊 全新剩多少 剩42塊 減10塊 趨勢形成 你逢反彈 你要做對動作 4979的華星光 老師啊 這檔股票今天還在跌耶 跌4塊3 昨天老師有沒有提醒你 有吧 老師有跟你講喔 老師有提醒你喔 老師還有提醒你啊 這張股票 反彈沒有過高啦 你不要鐵齒啦 反彈沒有過高 就是空方走勢啦 記住分析跟你講嘛 如果說反彈有過高 多方力道推升 你說他會大漲 老師相信啦 他反彈沒有過高 一定要下來整理啦 整理結束以後喔 後面啊 才會漲啦 4528的江心段也是一樣 包含啦 你們近期打電話進來 問的最多的 6143的正要 這個叫做光環 老師啊 今天的光環怎麼樣 開高手低 目前為止的話收盤價 目前為止盤中價 63.8 這支股票最可惜啦 這支股票最可惜啦 來導播拉鏡 這個叫78.2 這個叫做63.9 有 老師 還會不會再跌下去 這空方走勢的股票 你要注意啦 真的啦 東碩啦 一樣啦 老師今天東碩沒有跌了呢 融資有沒有增加啦 這是重點啦 那現在的大盤啊 老師認為 面臨到修正結束以後 今天是所謂的底部 我們所看到的第十個交易日 這十個交易日裡面的話 我相信後面的一個走勢的話 它會偏向於反彈啦 那反彈有些股票 你還是要站在所謂的賣方 如果說你是老師會員的話 我相信你們手中目前為止 現金的部位應該比較大 因為我們都有控制你的檔數啦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逢低啊 就開始佈局了 一些所謂的上升軌道的股票 那逢拉回 老師會帶各位進場 在股票市場裡面 真的你不要太悲觀 你也不用太樂觀 悲觀跟樂觀 都是由心裡面所產生的 當你在悲觀的時候 有人會覺得很樂觀 當你股票上萬點的時候 我相信你很樂觀嘛 那有的人啊 就覺得很悲觀 其實你只要看對行情 跟對老師做對股票 你在市場裡面的話 你至少你能做到一個大賺小賠 4137的利豐來 今天包含前幾天啊 他還在創新高 大盤是往上跌的 4137的利豐啊 還在創波段新高 還原全值給你看 這種股票去買了之後 你心情是不是變很好呢 這張股票什麼時候跟你講的 我相信在4月啦 在4月份啊 那當時候股價只有160塊啦 今天回頭來看股價可能已經到達這邊了 你只要做對一檔這種的股票 只要一檔就夠了 我相信你的心情就會變得非常好 那近期而言的話 我們當然就操作這檔股票啦 GIS啦 我相信喔 你是老師會員應該都很清楚啦 那今天的GIS你要注意喔 來 最低133.5 好 這個地方就考驗大家的智慧啦 考驗大家的智慧 應該是要買還是要賣 那我們之前的操作 來看到這邊 我相信喔 這個買賣都有理由的啦 不是憑空去捏造它 還是用拆的 低檔拇指線嘛 底部紅三兵 低檔的十字變盤線 我相信老師每一次買賣 都跟你講證據 你要注意囉 特別會呢001 創波段新高 一直到所謂的創波段新高 我們前面總共操作了四次 我們前面總共操作了四次 包含第四次啊 買進賣出的一個證據啊 老師都跟你講得非常清楚喔 那我們現在要佈局的股票 我也希望投資朋友們喔 你能夠喔 這個適時的 來參加我們的 來參加我們的腳步 跟著我們一起來做動作喔 那悲觀 不要太悲觀 你現在應該非常樂觀 大盤大跌啊 找一個很好的股票 我們就可以做到一個反敗為勝喔 升級類股的 來我們鎖定這檔股票 極優的好股票 月成長非常大 目前為止拉回 小小的拉回 就是我們買進了 最好的一個時機點 記得升級類股 目前為止很多股票在低檔區 業績成長的一些好股票 第二檔股票 跌都跌不下去的 老師今天有沒有跌 今天沒有跌 因為之前都跌完了 你要買這種股票啦 跌不下去的股票 你去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那大盤大跌 今天打電話進來 記得辦好手續以後 把這檔股票 跟這檔股票拿回家 我們明天見 第四個月 我會看到 拍電話 我們在心裡 就這樣 我們在心裡 會有什麼的 我們會有什麼的 什麼的 我們會有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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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接听服务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特赌 严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言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部局 深吸大台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运达特赌古转线 N2-2781-0909 2781-0909 iç死中火力 señ催天部分 一支降 产有ool亿 借助 101961 益 하나